台湾一个实境节目这天举行纪招 杨贵妹 范少勋 温真凌 施明帅四位主持 以及在节目中代班的姚传耀也有出席 这个节目需要几位主持在没有专业厨师的帮助下 开餐车由台湾卖他们亲手做的汉堡包 当中发生不少趣事 不过最令杨贵妹印象深刻的就是这件事 每一站其实都有不一样的感动 但我印象最深刻每一站都发生过的同样的事情 就是每一个乡镇市的朋友们都很有耐心 一排队都排队好几个小时 有的甚至于背着小孩来排队排好几个小时 因为也不能插队 也不能说因为他带着小孩所以就优先 公平起见 所以让我们很感动 这些朋友有一些是在大太阳底下因为没有遮阴的地方 所以晒太阳晒到来买汉堡的时候脸都是红的 我说好辛苦哦你们 他说很难得很难得 所以他们一定要是什么文杉的粉丝所以一定要来捧场 真的很感动 这期节目规定几位主持在11天内到访台湾七个城市进行卖汉堡 在旅途中他们还被多加了一个任务 虽然原本的工作已经很累 不过杨桂妹依然表示幸好有接受这个任务 其实一开始是说有一个任务接不接 我们心里想说这个任务有没有赚钱 因为我们都没有赚到钱 然后再去出任务很累 一很累二没有赚钱的干嘛去 然后呢制作单位我们就说那有没有赚到钱 制作单位说也 如果你们要去我们就会加钱这样 就是这趟任务完成都会加钱 我们就觉得说不无小補分 那个是一个过度的路程 好我们答应了以后 制作单位才跟我们说 其实是那里的小朋友山上的孩子 对 吃过汉堡 想要吃汉堡 他们要吃汉堡的话要坐车 他要吃一个汉堡来回车程要四个小时 我们自己默默说 没有加码这个也要去 所以我们就这样去 大家去了以后才觉得 真的是去对了 应该要去 几位艺人之前都没有做过汉堡包 即使是在节目开拍之前 也有去拜师学艺 但到正式开始的时候 难免会因为经验不足而出问题 去年他们整个营区改变的方式 就他们卖套票 三天一个套票 而且那里停车超难停 所以他们车不会动 然后他们帐篷就是定下来的 已经付钱了 所以他们会带锅碗瓢本去做 那一站还准备特别多 对 不是 而且老师跟我们说 租很好卖 手势租大家都会喜欢 然后因为我们要跟制作单位借10万块 我们想说好 不然我们就堵了啦 超勇敢的堵了 堵了 然后我们全部都买租 结果大家要点牛 然后我们没牛 然后都坐完在那边 然后没人买 然后后来我们导演就说 好啦 看你们那么辛苦 还捐了2000块 然后他一开这头之后 工作人员就开始来买汉堡 就买我们做 而且那个画面是工作人员蜂油的 他就哭出来了 他就 天头了嘛 他马上哭出来了 他说 哎呦我们是个团队 太有同胞了